吴佩慈为保住豪车豪宅预生第四胎,富豪男友却被暴心恋情,豪门梦终于破碎。 吴佩慈为保住豪车豪宅预生第四胎,富豪男友却被暴心恋情,豪门梦终于破碎。 说起嫁入豪门的女星们来,就不得不提到吴佩慈了,为了能嫁给季晓波,五年生了三胎。 被很多网友认为豪门的生育机器,但吴佩慈却毫不在意,大有一种乐在其中的感觉,不过看过吴佩慈因为生孩子被奖励的财产。 有网友表示也值了,据悉吴佩慈在生完小孩后,得到了价值六百万的大钻戒,甚至于四亿的豪宅,豪车更是开到手软。 像这一辆豪车捷报XF,价值六十多万,搭载三十TV六双涡轮增压发动机,最高时速可达240公里,性能优越,外形美观,也被很多豪门女星所喜欢。 在想这一辆豪车宝马7系,价值二百多万,也是无佩慈的座驾,搭载四十TV八双涡轮增压发动机,最高时速可达250公里,百公里加速仅需4.4秒,除此外,它还有丰田甚至直升机。 本来据说是等吴佩慈生完小孩,恢复身材结婚,结果季晓波疑似有新恋情传出,虽然照片模糊,但还是能看出照片里的女孩不是吴佩慈,且和季晓波动作亲密,另一方面吴佩慈则表示有生第四胎的打算,还表示人生到了关键阶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